曾经担任东区防疫指挥官的医师李仁志 在去年12月底退休 并且将过去行医的历程集结成册 20号的上午是在花莲慈激医院 举办了新书发表会 胸腔内科权威 从SARS风暴到新冠肺炎 承担了东区传染病防治指挥官的职务 李仁志感性地表示 从医40年终于卸下了重任 虽然近日新冠疫情严峻 但他相信台湾会突破难关 天佑台湾 历经两场防疫大战 2003年的SARS风暴 以及去年的新冠肺炎疫情 医师李仁志守在东部站上第一线 接下指挥官重任 行医40年年近70岁 在去年12月底退休 将过去行医干股历程 集结成策 推出防疫防劳山海间 带队来防疫 做着防疫工作 可以说是可牵口点 在在都看到耶稣的笑容 感到非常有信心 这是我们想最伟大的招牌 最了不起的作为 再一次鼓掌表示感谢 所以我们如何让大家好能够在疫情升高的同时 我们还能做到最好的防疫 这时候就是我们的没有指挥官 这个要开始启动 这一次呢 我的棒子应该要交出去了 这个算是极牛勇队 还是工程申队 还是全申额队 就希望我们接下来接受的这个政策指挥官员 继续鼓励 非常感谢我行医四十多年来 大家的爱护相思跟相伴 也祝祝大家有个不美好的未来 祝祝大家身体健康 百如不清 最近一起又有一点紧张 我想我们可以突破各种困难 然后去获得最后的胜利 天又晚晚 李仁智表示 中间还经历2009年的世界流行性感冒 2013年的狂犬病疫情 但花东两线都没有发生本土病例 如今全身而退 会将指挥官的棒子交给年轻一代 也感谢自己的内人成为他坚强的后盾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又转为紧张 但相信台湾会突破难关 未来人会以顾问医师身份 透过文字继续传承经验 接着讲方言华联士报导